三重区公所日前拆除同安公园内的违章建筑 工期预计60天 拆除完毕之后 同安公园将会重新整建 成为休闲观光文化园区 三重区公所28号上午拆除同安公园内的违章建筑 原本住在这里的住户有37户 现在都已搬迁离开 今天我们在拆除之前我们也都到 每个预拆的建筑物里面 在确认里面没有瓦斯桶 没有人员在里面确认了以后 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猜拆除的动作 保障民众的安全 同安公园披建于民国91年 靠近文化南路 福德南路及中央南路 早期规划时最有违建户居住于此 盗窃公园的绿地运动设施 无法做整体规划 我们会把那个猜拆除做一个 那个植栽的绿美化 那给市民一个休闲的空间 增加休闲市民休闲的空间 拆除工程分为三阶段 供期约60天 拆除完毕后 同安公园将重新整建 未来将会朝休闲观光文化 原先的模式来兴建 但为市民带来舒适的休闲空间 记者宣传代华三重采访不到